第三點秀團白衣在今天的基盤下團發明 第三秀團白衣開桌各埗和新導管市開用電力 觀眾臨民進 現今於中班這群中出白費和都尾中官來臨都告到很高 在成立新導管市第第幾個月 都已經求終結200人的名字 期待才會專業的以後團隊和師備 可以繼續收穫 南導管鄉親的健康 經過15年的努力 第三秀團白衣 從今年十二月初的一月開始 改正為小團發明第三秀團白衣 並且在今天基盤和拜登列 改正以後對白衣的主委經費有很大的幫助 目前維持成立法人以後 我想大概秀蘭秀甩院在整個一個 往那個建築物再擴建 還有設備的再添過 那這些的話我想大概就是變得會比較前往一擊 那這樣的話我想大概對整個一個 偏向醫療的提升 我想絕對有一個相當正面的一個幫助 那期待啦 那未來的資產秀團醫院會更崭新 然後更科別齊全化 那醫療品質還有病人安全方面 做得更好的一個目標前進 成立秀蘭法人之後啊 我們秀蘭醫院啊要向中央 各部會啊來申請增加一些設備啊 就比較寬鬆比較容易 那麼尤其啊 我們秀蘭醫院的 黃冰和董事長啊 又在去年啊 在我們珠山啊 秀蘭醫院啊 增加了6000多萬啊 增加新島館的設備啊 在今年5月的時候 第三秀蘭醫院到 三千萬的經費 購買最新的數位新島館 有了這麼專業的醫護團隊和設備 到現在已經幫助200多位的民眾 為我們島館民的健康罷關 那今天是 社團法人秀蘭醫院的啟用 以及新島館 那這件事情帶給我們的好消息 不只是專業的提升 就是這個新島館的這個空間 然後可以來讓我們 萬一是心肌梗塞 或是一些緊急事件 都可以馬上來急救 大家都外送到台中的時間路途的長緣 那有秀蘭的區域醫院 能夠來協助這一塊新島館的手術 那我想 對我們南投縣的鮮明來講 是我們的福氣 第三秀蘭醫院 位在南島館的佩佩地區 現在有了新島館市 以後就不再因為失筆不夠完成 發生在當年治療的狀況 我們很高興說 我們珠山秀蘭醫院 能夠增加這個設備 它對於我們珠山附近的 七個鄉鎮的鄉親 都能夠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安全感 最近來講天氣也比較寒冷 還有許多長輩 其實在心臟也會感覺到不適 那其實現在 新島館市秀船這邊已經正式啟用了之後 大家隨時可以來這邊做檢查 新梁鎮是沒將台灣十多四夢八成一日 最近天氣這麼寒冷 炒冰獎一定要注意保冷 不會用良好的心話習慣 這是漂亮的新梁鎮最好的辦法 記得請明天看見